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没有看到任何俄罗斯撤军的迹象 他也没有致电俄国总统普丁的计划 拜登的发言是在乌克兰东部的卢干斯克与顿内斯顿 两个分离分子控制的省份在今天发生炮击之后 他所发表的在政府军和分离分离的分子相互都在指控 是对方先开火才被迫还击 那么在外交冲突方面 在现在俄国的媒体则说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在今天说 美国驻莫斯科的副馆长已经遭到驱逐出境了 华府则认为这个举动并没有正当性 因为这一位驻莫斯科的副馆长签证是三年一换 而他在俄国的时间还没超过三年 所以他们也强调 华府强调美国会有所回应 俄罗斯的外交部在去年的4月21号曾经召见过 美国驻莫斯科的副馆长 而也将10名驻俄罗斯的美国大使馆人员列为不守欢迎人物 那么美国在4月30号的时候就说 会将会限制在俄罗斯的外交领事活动 好另外呢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顿在今天则表示 俄罗斯是持续的在囤积血液供应 就是我们像是血带了这一个输血用的 那通常会囤积要准备 那么就是会有大量输血 会失血有意外 像获得说现在战争 那么也表示呢 要把部队朝乌克兰边界移进 以及吊牌更多的战机都可以看到 在俄罗斯方面的动作 那么奥斯顿得反驳了莫斯科说 已经开始撤军的说法 列陶湾的军事首长也说 俄罗斯的军队还在持续的增强 在当地的部署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顿是在 NATO布鲁塞尔总部他发言的 那么奥斯顿表示 由于莫斯科的军事部署 将俄罗斯部队带到了北约门下 北约将会探索方法来增强自身的战备 针对乌克兰军队和乌东清俄罗斯叛军 在今天也相互指责 是对方越过停火线炮击 基辅也说这些行为看似挑衅 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顿则说 这些事件让人担忧 他则重申美国方面的警告 就是俄罗斯可能利用栽赃嫁祸 来让发动对乌克兰的攻击合理化 好那么听到的都是在美国 在这个NATO或者是说欧洲方面 对于乌克兰的这个危机要发表的谈话 谈到的这一些担心担忧制裁的手段 那我们看看俄罗斯怎么说呢 这个双方要公平一点 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洛夫 今天就表示要公开俄罗斯 对美国安全提议的回应 那么俄国方面的回应特别强调 是没有办法接受美国要求 俄国自国境内特定区域撤军 呼吁就是北约东扩威胁俄国国安的说法 并且也对北约持续在与俄罗斯接壤的 东欧国家增加驻军 表达了俄罗斯方面的不满 那么另外的话 看到在俄罗斯东部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 今天就说是乌克兰政府军朝他们开火 对此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则表示他也忧虑 在俄罗斯方面可能会要企图 要为入侵乌克兰寻找借口 因为俄罗斯在目前的外界 还没看到他实质的撤军的这一个奇象 那么对于就是遭西方指控 还没有撤军 俄罗斯方面怎么说呢 他说还需要一些时间 还要时间 需要时间 那么在搅起这一次纷争 当然了这个乌克兰要加入北约 那么北约希望乌克兰加入 这也是让俄罗斯觉得自家门口 这个等于是外界的军队开到自家门口来了 威胁太大了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在今天 他表示乌克兰想要加入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不是野心 而是要这么做才能够保障国家安全 泽伦斯基他说不仅仅是俄罗斯 还有其他的欧洲国家也不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的 那么他说重点其实不在北约 而是在乌克兰人民的前途 俄罗斯仍然还是持续施压北约和美国 要求承诺永远都不要让乌克兰成为北约的会员国 而且扬言如果要求没有获得满足 就要采取军事行动了 在这个新闻方面关心完了在乌克兰的危机 我们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报道 先看一下跟疫情相关 这个就是英国Omicron的疫情开始消退 当局开始松绑防疫线令之际 似乎有一种好像具有Omicron 越Delta特征的新变异株显中了 就等于是他们两个的这个连这个这个混血了 好像是这样子混血出来的 这个又开始有新的开始显中 那么英国的卫生安全局表示正在密切的注意它的发展 所以呢是否有新的这个病毒再度显中 大伙都在关心 希望显中就算显中它不要太不要有太大的威力 好我们在今天的五件新闻 最后我们看到汽车产业都在闹晶片荒 而电动车浪潮之下汽车厂商纷纷都宣布要携手晶片巨头 现在全球车市在2021年缓步的复苏 那么调研机构则统计全球一共卖出了6670万辆的汽车 比2020年的6380万要缓缓的往上升了 不过今年电动车市场是否能够拼第一次冲破千万大关 还得要看晶片供企的脸色了 看看是不是顺利了 消费者现在转向电动车的趋势越来越明确 尽管车体晶片用量更大 电动车的需求势不可挡 研究机构这个礼拜发布公众的统计 在去年650万辆电动车卖出成长 是年成长109% 比传统的汽油柴油车都要好 中国大陆就卖出了326万辆 超过一半也再度超越欧洲 成为年度最大的电动车市场 而特斯拉则是连着三年 这个市战倒是往下退了 原来它是电动车的龙头 但是连着三年它的市战率往下降 Volkswagen福斯或者说大众 今年是不是能够趁机 穿霸电动车的宝座 龙头宝座 我们下边过一阵子就可以看得到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我们今天的五件新闻 虎美剑在这儿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收听 那么很快的在今天的 我们的黄金岁月会再度 还是会和卢斯亚再度播出 她特别分析 谈到的关于在Medicare方面的重要消息 欢迎你一块收听 收听 门